抽水马桶 抽水马桶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它改变了人类上大小号的习惯 但是某些现代人却把它当作吞噬一切的黑洞 水管工人常常发现塑料瓶、衣服、甚至砖块都被人冲入马桶里 当然你和我都不会做这些傻事 但是没有人会想到牙线或者漂白水都会对马桶带来伤害 今天我建设是为你带来五个千万别冲入马桶的物品 小小细细的牙线丢入马桶感觉不会有什么不妥 但其实它会带来很大的困扰 牙线看起来就像条线 但它是非常难被分解的 牙线冲入马桶后会勾住下水道飞物缠绕在一起 使抽出污水马达的叶片停止运转 导致污水流进水道 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牙线与水道飞物缠绕形成雪球斑 最大则有雷球斑大小 牙线柔韧度很强 拉不断 工人清除时必须用手将它扯出或用剪刀剪断 是一个很麻烦的工程 你有敷泥状面膜或紫面膜的习惯吗? 泥状面膜不应该在厕所清洗 因为面膜的小颗粒最终会堆积在管道内部 造成水管阻塞 正确的方法是用布料将面膜抹去再用清水清理 紫面膜和湿纸巾也都不应该丢入马桶内 虽然不会造成马桶阻塞 但是紫面膜上的化学成分冲入马桶后 对环境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有养鱼的人都知道 无论多细心照顾 鱼都会生病和死亡的 把死鱼直接冲入马桶这个做法不少见 但其实动物脂肪会造成水管阻塞 曾有新闻 加拿大政府宣告人民不准将活鱼冲入马桶 因为一旦鱼有幸躲过过滤器 在池里活了下来 它们就有机率威胁到当地鱼的性命 隐形眼镜用完你都丢哪里呢 美国一份调查指出 有多达4500万的美国人 会直接将隐形眼镜冲进水槽 或者直接丢入马桶 实际上这些举动会危害到海洋生态 因为会被鱼类吃下肚 再进到我们的食物链 根据统计被冲进水中的隐形眼镜镜片 加起来居然重达22700公斤 相当于3000多个保龄球的数量 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隐形眼镜应该丢到垃圾桶 而不是用马桶冲掉 厕所的马桶有黄购 很多家庭主妇妈妈都会倒入漂白剂解决 经常使用漂白剂清理会对水管造成伤害 如果水管破裂那就是一笔维修费了 高浓度的漂白水会把用来分解排泄物的菌类杀死 使化粪池失去污水处理功能 排除后会污染水源 如果你想保持马桶干净 可以使用白醋 任何物品除了排泄物和干纸巾都别冲入马桶 有些物品尽管不会造成水管阻塞 但对环境却是有害的 你有没有朋友做过以上的事情呢? 欢迎在以下留言和分享给他知道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跟订阅 下期会带来更精彩的《五件小事》 下次见 再度下期见